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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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 這地方是大阪的 星災橋 這邊離 星災橋的地鐵站 就在前面非常近 然後那邊就美國街 然後前面那個就是 星災橋的徒步區 阿民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大阪 肯定是有好房子可以看的 那今天要去哪裡看房子 我們今天走遠一點 我們去京都看房子 去京都用走的 我忽然不想去的 我們搭車 搭車 那我們要怎麼搭車會比較好 我們現在先坐車 就是坐紅色玉堂金線到 電屋橋那邊 我們轉金板電車 金板電車 喔 電屋橋 所以不是在梅田 是在電屋橋 對 那邊也有車可以到京都 但是我們有好幾條線可以到京都 我們坐那邊比較快一點 嗯嗯嗯嗯 好喔 那我們就直接過去再跟大家分享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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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到了這一個是叫丹波橋站 Tababashi 怎麼拚啊 這裡已經屬於京都市了對不對 Kyoto City 然後可能到我們熟知的那個JR 京都可能還有一段路 那這個在京都的南邊 阿敏帶我們來好像是一個很日式的增加地方 住宅區耶 這種感覺很日本 我就喜歡這種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去看的那個房子也是走路就可以到的 這是我們出的這段大概走五分鐘 五分鐘喔 小case 附近的一個戶建 透天的 對但這邊其實丹波橋它離京都在京都車站的南方 大概搭車再搭個十幾分鐘才會到京都車站 這邊就是比較親近一些 真的耶那些學校的感覺 然後整個街道上面沒有人 所以我走在路中間好像也沒事 對應該這樣看過去其實沒什麼電梯大樓 大家不住透天的 全部都是透天 單坡橋 在外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大阪城旁邊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請嘗試這個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阿民 這裡真的很日本耶 我們看那種卡通或者是 看那個 櫻桃小丸子他們住的就是這種 對櫻桃小丸子他們住的就是這種 沒有什麼電梯大樓 沒有什麼電梯大樓 而且很安靜超安靜 所以你要住自己自住 其實住這種的最開心最爽啊 其實也有所謂的荒廢的是不是 對 這個有人住嗎 對好像王馬一樣 門都拆掉了 全新的耶 全新的一戶建的全新的 我就是喜歡看日本這種 建築品質的一個細節 有沒有看到這個 他們這個水泥喔 做的非常迷一迷 柔柔啦 他看一下 做的品質非常好 然後你看他旁邊鋪的這個碎石子 感覺每一顆都有挑選過 差不多大小 這邊的話基本上 能夠是可以停兩台車左右 感覺可以停很多台耶 那個阿伯是誰 阿伯是那個 這邊的負責人就對了 對 所以他這個叫太陽熱 然後這一間整間 感覺比較像洋房歐式的建築 對他這邊因為比較新設的座 他好像是主打說就是 天花板有做這個太陽能板 然後就是去了店之後 他供應就是地板的那個 地熱 喔 所以他算是比較屬於智能宅 新式的智能宅就對了 對 新式的房間 然後進來了以後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這是他的信箱 Panasonic 這個可以按電鈴 然後信箱可以直接這樣子 我記得好像從這邊投進去 然後這邊可以拿出來 這裡是 宅配箱 宅配箱對不對 宅配箱 一整座的 所以大哥可以帶我們進去看嗎 從這邊進去 做一些植栽 所以他這個等於說 進來是整個做這種松木 然後這邊有一個玄關落成區 非常大 這個是屬於什麼房型的 這是屬於四房的房型就對了 所以你看他玄關區做這麼大的一個區域 大哥幫我們展示一下 Toylet 這個是廁所 他廁所感覺好像三溫暖 阿敏要不要來溫一下 這個不能 他只是外型看起來像三溫暖 那這邊有做一個非常可愛的洗手台 放衛生紙的 有對外窗 木香味很重耶 這個是全新沒有人住過 沒住過 然後這個是進去 旁邊這邊還有一個 竹長室 欸 全木頭耶 剛進來是叫什麼 烏衣區 對對對 髒的衣服丟那邊 全部都石木的 這間應該很貴吧 連門都是石木的 這些的話家具是目前拿來有一些展示 所以我感覺這個好像不太像 不太像 不太符合這邊的區域 但是如果說之後家具的話 其實展示用都不錯 但是這種風格感覺是台灣那種休閒小木屋 會做的一個風格 這邊的話天井 天花板跟樓上的這個有打動 所以到這邊就覺得好像比較開窗 所以有點挑高的格局 然後那邊也有開窗 所以這邊的採光也非常好 從那個地方開窗 然後這邊採光 喔 所以它這個是等於是它的showroom了 可以停兩台車 然後整個是這個樣子 上面是三個房間 那樓下的話就是 一個房間 一個核式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核式的 核式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邊可以當孝親房 孝親房 這感覺就是會放一個 中間有一個類似核式桌 然後在這邊大家一起在那邊泡茶 中間的時候有一個暖爐 下面可以櫻桃小丸子 然後這個是真的核子喔 這不能弄太大力 戳破 你要舔一下 後面還有它的 這都是私有空間 沒關係 它鎖起來了 全部是雙層隔音窗 雙層的 這麼安靜的地方 居然也需要用到雙層 YKKAP的 然後這個 這個都是屬於日式的一個做法 這個房子 房子算是做的比較合適 比較日式的 今年才剛新完工 新完工 是不是因為京都這邊的關係 所以它做的比較 比較有日本味 對 因為大家也比較就是也比較喜歡 這邊大部分都是可能 在地的比較傳統 房型也比較多 比較多這種在地房子 大部分都會這種 和室跟養室結合的 而且廚房超大 這麼大一間廚房 而且配這種TAKARA髮廊材質的 這一組 這樣子一組在台灣 四十幾萬 四五十萬 光這個 然後一樣配整套TAKARA的 廚具 上面這個也是TAKARA的 是 洗碗機也是耶 林內的洗碗機 這一組台灣為什麼不進 搞不懂 然後我們這邊也有一個竹長室 是不是 這個是浴室 對 樓下的話 浴室這邊弄這種很像坊 那種竹子的 然後 可能比較乾爽 然後它這邊也有講 它這個排風機 暖風機是屬於 八十三元 一年一個月只要八十三元的 電費 這個是省電裝置 省電裝置 然後 然後 一樣是塑膠的 洗衣機的話 洗衣機在這邊 洗完澡之後 上衣服就丟著 那一戶件的好處 就是它窗也特別多 對 因為你等於是四面環窗 四面採光 這一間也算是比較 大一點的浴缸 這一戶件 因為一戶件的話 通常都是家庭用的這種 你像這麼大浴缸 可能小朋友 跟爸爸一起洗都可以了 OK 那剛剛這個 它有特別拆開來看 這一台 它等於有點像是單層排氣 整個循環了 這個一整組 但一個月 居然只要83塊 很省電耶 然後 大哥說 它上面可以讓我們看了 是不是 我們直接上去吧 來來來 爬這個 很有Feel 那剛剛有講 它這個採光照下去 直接天井 然後上來 有三間房間 這樣子 應該它是最大的 喔 這麼大間喔 這麼大一個房間 等一下我要來一次日本 喔 喔 是嗎 全木灶 所以你走路還有那種木頭的 那種 聲音耶 輕輕 乾乾乾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 算是更衣室 這間更衣室 這間更衣室就很大了 那它這個更衣室每次我來看 他們好像都是賣的時候全部更衣室 或者是衣櫃會全部都做好 對 建商就直接做好 因為這個不算是基本配備 那你說 衣櫃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款式 大概就是那樣 嗯嗯嗯嗯 那只是說你像這種一部件 它 大家有說日本人不喜歡裝鐵窗 但總有出遠門的時候 大家有說 它現在鐵窗是全部 封起來了 它就是會用鐵 鐵 鐵 這個這個全部 它的窗全部都是YKK的 而且都是雙層抽真空隔音窗 在這裡 這麼安靜的地方在台灣 都隨便弄一弄而已 不會弄那麼好 另外一方面也是說 我們可能很吵 我們也不要吵到別人 你在這裡唱卡拉OK就對了 我們也 對外的隔音 我們也是要做好 那這邊 整個它有一個陽台 後陽台算是曬衣服的地方 隔壁好老實 這個很日式 日本時代的 有院子的 我們這個院子比較小 只有後面那一塊 那剩下還有兩間房間 我們再走過來這邊看一下 旁邊這裡還有做一些 算是收納的展示櫃 進去了以後 我們看一下二樓的廁所 廁所 那它這一間就沒有洗手台 它就直接用這個 省水裝置 然後有一個採光跟通風 這是什麼 收納櫃 小絲 然後門全部都用石墓的這種收木門 所以整間都是那個味道 來我們進來這邊 這間是屬於赤臥 滿大間的 這麼大間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陽台 這個陽台也是通到隔壁去 其實它的概念也是算是逃生口之類的 所以你可以跳出去 那我們這邊其實比較靠近鐵軌 那有一些客人常常會問我們 門口它就是鐵軌的話會不會很長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說第一個 它如果是鐵軌的話 其實平常是不會有車子經過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鐵軌經過的聲音也不會太大 就跟馬路上的車聲一樣 那第三個就是說 其實基本上火車最晚就到十二點 十二點 你看車子剛好經過 大家可以感覺一下 現在門窗戶打開的 大概就這樣 我覺得日本的鐵軌做的比較好 它比較平 像我之前在歐洲某些國家 你看而且它雙層 它還放兩個 這個音窗還兩個 那如果關起來是完全聽不到的 那如果打開來的話 可能就是會有一點點鐵軌 一點點鐵軌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 那個比較類似像白噪音 那個也不會說是真的很慘 那半夜的話是十二點鍋 其實我覺得習慣就好 習慣就不會覺得好像很不舒服 然後它一樣有一個walk in walk in the closet 這樣子 喔 大哥說要帶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喔 直接這個直接翻下來 就有一個隱藏通道 啊我這真的買回去嗎 我膝蓋可能不是很好 喔 它是一個儲藏室啦 他說locked嘛 就閣樓的部分 對 所以有一些小雜物啊 都可以暫時都對裡面沒有關係 喔 以前 以前我曾經看過一個那個 二次世界大戰的那個 他們就躲在上面 原來就是這樣子 飛彈第一個打到 就是要 猶太人 他就躲在上面 沒有被抓到 所以這個直接收起來 直接放上去 就恢復原狀 一定一整片都是收納空間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來看 它最後一間 就這一間 這一間是 算是客房 但是因為它兩間都差不多大 但是它沒有陽台 它那個陽台 只有從旁邊那一間進出 然後這個是一樣是YKK的 只有這樣 而且它都住雙層了 可能真的是為了那個鐵軌的關係 就是如果看見的話 但是剛剛門有打開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對 10分鐘或20分鐘過來一半就是這樣 其實平常都是完全沒有 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可能你也沒有那麼早睡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好好來分享一下這個 我們剛剛來的這個車站是叫什麼車站 這個叫做單坡橋 單坡橋 在大阪大概坐四五十分鐘的車 然後慢車坐四十分鐘 四十幾分鐘 然後從京都過來往南 大概坐十幾分鐘 都是慢車就可以到 對 然後我們從車站過來的話 大概是五六分鐘 五六分鐘 其實不遠 中間會經過學校 又自圓都有 最主要的話這個地方 它大概可以看到這個房間 房間是四面採光的 那光是土地的話 池分大概就是五十坪左右 五十坪米 五十坪 真的假的 五十坪 那不就一百五十坪米左右 那不就一百五十坪米左右 就是一百多坪米 大概五十坪 所以你的機體也是蠻方正的 所以門口我才可以停兩台車 一般的一部件都是一台車而已 我們這邊的話 基本上這個都是全木造的設計 大家進來的話 可以聞到說好像還有一些些木頭的味道 其實你擴箱呢 這個精油直接滴在這邊 它就可以一直保持那個木頭的味道 那這個建平是幾坪 它這個室內的一二樓加起來的坪數的話 大概是一百二十七平方米左右 大概三十八坪多了 快四十坪 它土地大概五十坪 但是它的建平大概三十八坪左右 一二樓的話 一樓的話是快七十坪 那二樓的話是 二樓的話是快六十坪米 都是平方米 然後換成台平大概是四十坪左右 可能就是上下都快二十坪這樣 這個是屬於室內空間 如果你要在台灣 要買到這個 沒有買到六七十坪的 不可能有這麼大 好,那這樣子 我們目前 那個大兄他開了多少錢 大兄在那裡 他在那邊監督著你 這是我們的話 目前因為我們這個是新房子 完全從來沒有人住過 那今年才完工 那售價的話 大概是 九千五百八十萬日幣 九千 反正他也聽不懂 你就報實在一點 對 就是如果說大家可以建議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參加 看一下 像這種一戶件 蠻多是為家庭量身訂做的設計 那包括太陽能 還是剛剛說檢聯設備 其實專門為這一戶 他有花蠻多小巧思 所以像要找到說 我們離車站這麼近 又占地這麼大的一戶件 新房其實真的不多 九千八百多 大概兩千一、兩千二左右 兩千二 兩千一、兩千二 可以停兩台車 4BR 就是4LDK 這已經算是大一戶件 我們之前去看很多市區一戶件 哎呦 那是怎麼那麼窄 所以 如果說你對於一戶件 透天有興趣的 可以跟阿民聯絡 加入我們群組 直接私訊阿民就可以 Tag他就可以 那你下次 如果大家下次想 跟我們來關係這邊 看房子的話 不管是京都大阪神戶 都可以直接跟我們聯絡 或者是加入我們群組 隨時準備開團 我們請帶有更多人 一起來支持真心話 我們今天感謝阿民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哥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浴室真的是很麻煩 因為你會發毛巾了 洗完澡以後 地板它是潮濕的 即便有對外窗 你還是長年關閉 智能除濕機 功率只有65瓦 它的相對濕度在50以下 它會自動關節省電 然後這個水你看 已經這麼高 密閉空間 它會產生濕氣 這種大衣啊 外套就會發霉 像現在它相對濕度 已經低於50% 所以它會停止運作 不會一直在耗電 那一般除濕機都比較大的 放很大台的在衣櫥裡面 很奇怪 放不下 放在廁所裡面 也非常適中剛好 然後又沒關 又有夜燈的功能 那如果有需要的人 點擊連結 有優惠喔